再代一宗死亡個案 死者是49歲,有長期病案,他沒有病徵 未當作輕症,送到阿博治療 一日後轉到聯合醫院 醫管局沒有回應是否輕事個案 另外有外傭宿舍爆發 外傭在大埔封蓮流周末聚會之後 兩個人確診,還有一些初步確診 王浩然報導 最新82宗確診,5宗輸入 其餘77宗是本地個案 4乘8,即37宗是源頭不明 外傭宿舍再次有爆發 在大埔大榮里封蓮流 有兩個在周末去過的外傭確診 他們的僱主分別住在大埔和紅磡 中心還收到一些初步確診 都是去過這個宿舍 初步了解有外傭,周末會在這裡睡 可能有一些外傭聚集 或者有時候他們在周末 可能有一些聚集都未定 所以都要點算一下究竟有多少人 有需要都找回警方來幫助 我們當然會追蹤他家人 主要都是我們擔心究竟 那裡有多少人會在那裡居住 再多兩間院舍有人確診 太子道西351號的鴻圖護老院 有一個院友確診 他沒有不舒服,住在單人房 出去有戴口罩 沒有人列作密切接觸者 衛生署會派給三、四十個院友和員工 新蒲江康景護老院,一個清潔工中招 他12號最後上班,除了清潔 有時還會陪診 國務群組就再多兩宗 累計720多宗是相關的 日出康城九旗一座 就再多一個人,累計62宗 沙田一田百貨多一宗,累計15宗 將軍澳南田隧道多一宗,累計12宗 阿博群組就再多兩宗,累計23宗 再有死亡的個案 49歲的男病人在聯合醫院離世 他是本地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沒有病徵 他今個月8號送到阿博社區治療設施 9號就轉送去聯合醫院 之後病情惡化,早早10點49分離世 被問到為何送到阿博而不是直接入醫院 醫管局沒有直接回應 他本身是有長期病患的 但未至於說 是不可以在社區治療設施那裡接受治療 關於入院短時間 跟著死亡的個案 我一手頭上就沒有這些資料 還有很多時候都會看回很多因素 病人本身他有沒有長期病患 他本身是否比較遲有症狀才來到醫院等等 這些都會影響病人的情況 有線烈士記者王浩然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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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